有1700萬 脫歐派就說 歐盟已死 希望可以盡快和歐盟展開脫歐的談判 首相卡蒙倫就說 會尊重這次選民的抉擇 認為自己不再適合領導這個國家 但決定會延遲到10月正式辭任首相 新聞台請來嘉賓分析脫歐 對這次英國政局和經濟等各方面影響 這次繼續請來倫敦政經學院 國際關係學者去精為大家分析 教授 想問這次為什麼大家都認為 流歐的形勢是一片大好 特別是考克斯議員的死亡 有機會令到流歐的陣營順利 但為什麼看回投票率和形勢 似乎倫敦出來投票的市民不是那麼多 其他所有地方都幾乎是脫歐 令到他們輸為什麼會有原因 人口比較少 只有倫敦市的人口有相關的城市或市鎮 曾經有獨立呼聲的蘇格蘭 這次他要留在歐聯 投票的比率是六成二的 蘇格蘭市民覺得要留下 但對於他日後有沒有機會再醞釀一個獨立呼聲 有什麼啟示 支持留歐的倫敦市區裏面有很多跨國企業 很多人都擔心當英國決定脫歐 跟歐盟的關係不再和諧的時候 會不會有一些跨國企業要考慮 他遷去其他地方甚至遷來亞洲 可能對他的業務會更加好 香港經濟都靠一些龍頭企業 包括在銀行界、地產界 都有些跟英國的關係非常密切 例如阿達、匯豐 他們現在的中心都是在倫敦 但接下來會不會對於這方面有影響 今次脫歐已經成為一個定局 接下來卡文林政府說大約有兩年時間 和歐盟那邊展開談判 如何雙方分手 我們今節談到這裏 先有時間交給你 我們轉看其他消息 江蘇省浮寧縣等地受龍眷風和冰雹侵襲 增至最少98人死亡 近800人受傷 陳少豪在江蘇浮寧報道 或者高鐵到台北 待會回來有另一節新聞 請您收睇這節新聞 我來梁勳寧 英國脫歐公投官方正式公佈脫歐陣營 有時間待會回來有其他消息